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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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过被人类付出过感情 没有体会到亲情的罗洛 看到了鲁路修为自己付出感情 把他当成弟弟看待的时候 显现出了自己单纯的一面 最后拯救为了鲁路修 不惜过度使用能力 在鲁路修的注视下死去 被鲁路修埋荡的大树之下 在小编看来 即使当初鲁路修一直在利用罗洛 对自己作为兄长的感情 到最后 罗洛救下他的时候 鲁路修对罗洛喊出的那句助手 别用杀手 你想死吗 鲁路修的心理 也许有一个真的将罗洛当成自己的亲弟弟 即使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是相互在一起的经历 让彼此产生感情 当看到罗洛选择帮助鲁路修 而牺牲自己时 小编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也许 很多时候与你同身共死的兄弟 比情人更重要吧 所以才有现在对一些人的重色轻有讽刺的讽刺一般吧 镇魂里祝宏姐有一句话 让小编忍不住做了个笔记 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感情 是长长久久不会变的 有句话 像你跟赵云兰这样共困难的 小编的回答跟沈教授一样也许吧 海贼帮里面的艾斯和陆飞 可能早已证实了这一点 我相信 艾斯在紧张战争 因为保护异地陆飞 用身体挡下了海军大将赤犬的岩浆犬 被贯穿身体的瞬间 最终含笑而驰 这承包了无数海贼迷的泪水 让多少人无法接受这个让人窒息的事实 艾斯在海贼王中出场数并不算多 但是海贼迷却对艾斯有着不可忘却的记忆 艾斯这种哥哥对弟弟的爱 感动了无数海贼迷 也吸引了不少原来还不是海贼王的粉丝 《真魂记》中 赵云兰为了守护和平而重创 在他最需要帮助的状况下 作为大学教授的沈薇倾情相助 这份兄弟情让人羡慕不已 不管是网剧还是动漫 兄弟关系的角色并不少见 但是能真真正正触动你内心的好兄弟拥有多少